哈嘍大家好 我先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要申办5G 你可以上电信公司的网站 查询讯号涵盖地图 来了解你的所在地区 是否有5G收讯的涵盖 但是这个涵盖图是由电脑软体模拟产生的 只能大致参考 也有许多网友实测发现 实际的涵盖区域似乎比官网给的图更小 并且这还是室外的情况 如果在室内 那么大多数的地方依然都还是4G 因此当前我们也说 你可以直接去办个5G体验 来测测看会比较准 但问题是5G体验的效期只有7天 今天你测完发现没有5G讯号 但之后可能一个月还想再测 然而5G体验每三年只能办一次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办5G 也能测试5G收讯吗? 好消息答案是有的 只要你手边有一台三星或是小米的5G手机 加上你现有的4G信卡就可以办到了 要怎么做呢?我们马上来示范 首先是三星的5G手机 请先下拉通知面板 确定5G已经启用 然后打开电话拨号数字键盘 输入星景0011G 如果是双卡手机 请选择要测的卡在哪一槽 接着你会看到像这样一大串资料和数字 这边显示的就是你的行动网路服务状态 看不懂也别紧张 你只需要看里面的其中一个栏位 叫做up layer indication R15 只要这里显示support就代表有5G信号 反之那support就是没有5G涵盖 你可以反复多测个几次来确认 那小米的5G手机就更简单了 你完全不需要输入任何代码 只要确认5G功能已经开启 接下来就是等着5G出现 在有5G覆盖的地区 你的讯号图标自动的会变成5G 当然你这次4G的方案是不可能真正吃到5G的 所以别心存侥幸 这只是让你知道你这里有5G涵盖而已 那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 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5G主网架构 还是属于NSA 非独立主网 也就是5G是依附在4G之下 4G依然为主战 5G则是重战 因此要连上5G网路采用的是 所谓的双连接 Dual Connectivity 也就是手机会一如往常的先连上4G基地台 但如该地区有5G讯号覆盖 手机会接收到来自4G基地台的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 II广播信令 其中带有一项参数 就是刚刚在三星手机的那个栏位 Up Layer Indication R15 它就是用于指示 当前是不是有5G网路的奇标 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指示 电信商也可以自由修改 因此实际上是不是真有5G网路 无法保证 所以才有真假5G的争议 到了这一步 其实还没有真正与5G建立双连结 之后还需要经过 手机回报自身的连线能力 同步测量5G讯号品质 以及连线授权验证等等的程序 最终完成EMDC建立 连上5G 但是一些手机在收到R15广播后 就直接给你显示上5G图标了 像小米就是如此 总之今天介绍了 免申办5G判断5G讯号的方法 只要接收到R15 就代表这个地方有5G讯号 当然实际上是否能真正连上 或是达到5G的速度 这个并无法保证 但若是收不到R15 就可以确定这里没5G的 还是等一阵子再看看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爱真 谢谢大家的观看